所以我們做麵包有一個中心 非常重要是做酵母 是不是 那做饅頭也是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用我們早上的發酵液 來替代酵母 對 好 那我先稍微講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做這個 我們早上做的酵母 會做成麵包 因為這是比較專業性的東西 就聽一下過程就好 因為要讓它們很短時間去創作 也是有點困難做 首先我們早上的是不是做了發酵液 對 我們會拿著麵粉 還有水 這個水是發酵液 然後過程 就像老闆老闆講的 我們要做原始的起司種 對 所以麵粉還有我們的發酵液 就變成一個起司種 它就會慢慢泡泡泡 它就慢慢泡泡了 泡泡之後呢 要經過12個小時 才能那個菌種才能使用 使用之後呢 我們要加入我們煮麵筒 這個就是煮麵筒 好你們可以聞看看 今天幫你們問答 我覺得是紅茶 用紅茶做的 像我們什麼之段 有點酷苦的 有點色色的 我想說老師有沒有騙人這樣子 明明綠色的 是 好 那一點點應該是它的紅茶末 OK 那我們 我們做的起司種 從麵粉跟發酵液結合之後 它經過12個小時 它才會慢慢養它的菌種 那是我們在養的菌種 這個菌種就是我們做麵包 替代的效果 通常外面用樹拔 好一點會用生小 呃 仙效果 或是一些 我常常聽到的 心野效果 有些人家會打過 我自己家是用 日本 心野效果 日本 白神商效果 那都是天然效果 它只是把它濃濃 技術把它濃縮成一個效果 那也是天然的 沒問題 那我們的過程就是 替代那些鮮效果 替代那些鮮效果 心野啊 白石斬斗 這樣子 然後加入我們的煮麵團 再加上去 又是發酵液喔 嗯 這是甜麵團 我們前面會先用麵粉跟發酵液 做起菌 取菌種 這個菌種呢 我們可以說是老麵也可以 放進去我們的煮麵團 今天我們要做麵團 我們要打到煮麵團 煮麵團 煮麵團裡面有什麼呢 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香菇種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發酵液 第三個是 有一點點的油 所以它量不量看 那油也可以奶油 你可以打到什麼油 都可以 橄欖油都可以 一點點的鹽 發 你看 這這樣的 就四種香 放下去 就是這個煮麵團 這個煮麵團 又要發酵十個小時 煮麵團 對 也是十二個小時 對 它就是要一整天 一整天的煮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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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加煮麵團 煮麵團 煮麵團的成分有麵粉 也有油 跟我們的發酵液 是怎麼會 打打打打 就是把它打打打打 然後攪拌成 這個型態 就是發個十六小時 吃出來的 那樣子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弄作是 我們後段 比較簡單可以體驗 有這種正性 可是我們吃麵包 攪拌的時候要正性 所以大本呢 我會拿撐一顆七十顆 桌上是不是有烤盤 你們同學們一個人會烤盤 其實烤完 我們通通到回家 所以不用玩 不用玩 通通到回家 對 好 好 那 現在那我要示範 怎麼去 舞麵團 нев commissioned 好像有請 後面那些 那些技術性的 大概的我們來講一下 這這個就是 第一次跟歌 跟歌完 我們要整形成這個圓團 圓圓的像我們這 Rock 我們回個圓之後呢 其實有一個作房 他說pro contacts 因為今天我們直接上的就是做二次發酵 我們這個就是做整齊發酵就好了 對這樣也是可以 好 然後二次發酵就是我們大家整齊完了 我們還要幾幾分鐘 好久對不對 所以這幾分鐘我們大部分都會拍 不許咖啡員看一下我們當地原生種的咖啡 或是有時間呢 我們還可以做一個自己喝咖啡 也可以說有時間允許的話 好我們要分開完 那注意我們在做分剩的時候 這個就先拿下 好那我拿下層子 這樣 手去洗嗎 這邊有一個手粉 因為自己養的菌種特別黏 所以需要一點手粉 它手粉不要太多 我們就稍微割一下 綁上來70克吧 好現在幾顆 70克 沒有沒有成 好88 好切掉一點 切掉一點 好盡量啦盡量70 盡量如果沒有 你也不要切太多次就 兩次 兩次就好我們就不要太多 不是因為 如果它的切面太多 你在烤的時候 錯了麵包奇怪怎麼那麼斷 斷成 對所以你就稍微抓一下 現在就幾70克左右 好我們就拿起來 如果你真的不習慣 你就可以這樣 過來一點 拿起來 過來一點也可以 這一次偷吃過 對 就是我們要讓它緊實 我們要讓麵團緊實 因為它等一下還會做 60分鐘的發酵 不過其實它就整個塌掉 形狀不好看 這樣收一下 這樣收一下 好拿起來跟包餃子一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捏老賽 會幫我們檢查 不會 這樣才有手感 然後就要收口就捏 對等一下小龍包 就放在你自己個人的盤子 待會盤子會幫你貼名字 所以你今天待會兒 就是你自己做的麵包 這個夠用 這個夠用 有點想要捏頭 捏頭